今年頭一次基盤的日空100世界機關王比賽 今天是在南島市的空襲各秀來進行 其中觀光大關美麗南島作為比賽的主題 三秋除了要運用到各種科學管理來設計機關 完成指定的行動機關 竟然是要將南島的水來展現在作品當中 讓每一位參賽者可以看到創意 讓大家推動創意科學的教育部隊 南島官來第一次基盤日空100年世界機關王競賽 今天在南島市空襲各秀新大辦理 這次總共有官來國學校100空四名選手 26個對我來參加 獨來當作出選出 代表南島官來參加全國比賽選手以外 也能來了解官來推動創意科學教育的成功 南投縣政府第一屆第一年辦理世界機關王的大賽 因為你有取得現賽的資格 才能夠參加全台灣的競賽 甚至可以走出世界 我們始終相信科技可以翻轉教育 期待在我們第一屆的努力之下 有26支隊伍來自全縣各個學校 希望他們能夠贏得佳績 從今天第一屆的比賽 我們大概可以了解 縣內目前在機關王以及機器人任務方面 推動了實際狀況 那這些狀況我們都了解 南投縣一般是比較偏鄉 所以在科學以及化學還有生物方面的科技 南投縣是比較切切 不過經過這些年來 我們老師、校長的努力 以及教育室通人的推動 其實會顯現了一些成果 這次的比賽是分成極器人任務大賽 以及機關進學比賽任中 剛才可以讓學生 了解科學萬利以外 可以讓實際的運用手法 來當初發揮足夠的創意 讓學生有一個能夠全身道理 發揮全中的目的 這次的比賽分為兩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機器人任務大賽 最後在組成的機器人 必須在三分鐘內產生一個 這樣的一個比賽 把所有的任務給完成 那另外在機關王的部分 我們讓孩子們要熟悉 十個科學現象 讓闖關闖實關 那這樣的一個機器王的大賽 可以讓孩子不只了解科學 更能夠運用 由創客告有凱西 到現在正是基本 官來第一場的全關比賽 表示官來的教友 不斷在重新進步以外 也希望我們樂觀的核心 未來可以在全國 也就是世界比賽當中 為我們樂觀真出共贏 記者就算 蔡文博德